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王贼 水火绝非爱子 不能散灭 二 多人爱你 三 人不欺负 四 设放赞美 五 不由损害 六 善民留步 其处众无微 我们上一次 讲到这个地方 今天借着看 把财命色力安落 便才居足不全 佛在经上 不仅是这部经 告诉我们一个 四十真相 这种四十真相 就是 因缘古报的真理 不但世间法 如是 出世间法了 也离不开 这个定律 定律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理 我们要深深地 去体会 深深地信仰 走卧 这个卧的古报 就是此地讲的 四种保性法的反面 了解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我们为什么 不断我修善 人都需求 好古报 世间人 无论是 经人 古人 此方 踏击 一切众生 无不求 财富 受命 智慧 能不能求得呢 答案是肯定的 决定可以求得 所以佛家常讲 佛师们中 有求必应 可是求 一定要 如理 如法地求 不和理 不和法 这个求 没有感应 只要如理 如法了 没有求不到的 不杀生 这一条里面 国报 国报 无比 国报 殊 许许多多 殊 国报 里面 最重要的 是长寿 健康 长寿 这是第一 也得了 决定 没有 伤害 众生 的 念头 可是 这一条 许许多多人 很难 做到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习气 太重了 嗔恨的 邪气 供高 傲慢的 邪气 在对人 对事 对无 不知不觉 他就起先行 依旧早已 所以佛教导我们 烦恼要断 习气 更是要断 我们看到 佛门 这个造像的 艺术 你看看 阿罗汉的像 故故不相同 但是 仔细去 观察 他的像 还是慈悲 菩萨的 造像 就不一样 几乎 菩萨 这个 面貌 都相同 什么原因 阿罗汉 我也是 断掉了 我的 习气 没断 菩萨 你习气 都断 所以 面貌 慈祥 和爱 一切众生 看到 都生欢喜心 跟阿罗汉 不相同 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能够体会得到 知道如何学习 最重要的是 要断 习气 习气 怎么个断法呢 我们必须要讲求方法 当然 最有效果的方法 是把我们的生活行为 待人接吾 我们录成录像带 然后回来自己看看 这是个好办法了 可是没有人帮你去录啊 于是我们想到 古人 古人用什么方法呢 天天对镜子 当你心里有喜隆哀乐的时候 你把镜子照一照自己 看看自己那副德项 这就能醒悟过来 其实 只要自己 留意 自己肯用心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看别人 看自己看不到 看别人 别人 就是我们 一面镜子 我们看到人家 严实 表情 逾气 不善的时候 我们又 作后感想了 回过头来想想自己 对待别人 是不是这个样子 父子给我们讲 三人心 必有无私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善人的样子 不善人的样子 只要自己肯留意 就知道 该过了 就会 在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都会很用心的 去学习 唯独 粗心 大意 这个人 这个人 但是这种人 多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 这一类的人 正是佛在经典上 常常说的 可怜 可怜 明哲 可怜 明哲 我们决定不能责怪他 为什么 他可怜 可怜在哪里 没有人教啊 中国 古人所讲的 他们又受过教育 中国人所讲的教育 跟现在的教育 意义不相同 你现在念到大学 念到波斯 波斯学位拿到了 中国古人面前 他们那个心目当中 你没有受过教育 没有受过做人的教育 今天学校教学的 是科学技术 技能 孔老夫子教学四科 第一个是德行 第二个是言语 这两门没有 只有后面正四根文学 古圣先贤的教人 不但在中国 我们在外国 看看所有宗教的经典 宗教 它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每一个宗教 教学都是超越时空的 超越过土 超越种族 也超越宗教 这是德行的教育 今天这个名词叫 人文教育 教你怎么做人 只要会做人 人与人才能够活目相处 才能够平等对待 活目相处的根本 基础 基础 是平等对待 没有平等 就绝对没有活目 共高无慢 就是没有平等的 宗教的我比人高 人不如我 世出世间 大胜大血 他们何以能称为圣行 就是他们的心平等 所以在佛法里面 讲到这个夜音果报 佛的夜音 第一条 平等心 平等心是佛 六度心是菩萨 菩萨还没有做到圆满的平等 所以平等 一定要许 平等心先情 又能够自卑而尊人 这个人就是圣人 我们成为大圣 平等里面能够尊敬别人 能够自己谦让 这是佛 这是大圣 我们应当要学习 佛说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真正的原因 就是没有接受圣贤教育 随顺自己烦恼习气 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 天涂一片黑暗 佛法的基本法 就是十三级道 那么在这个 第八句所讲的 财 命 色力 财是财富 命是寿命 色力是健康 这个力还包括能力 得安乐 不仅如是 还得变财 居足无缺 变财 是厨师带人 皆无 必须具备 不但自己得利益了 而且还能够帮助别人 第九 常怀失忆 这个事是帮助别人 常常存帮助一切众生的异逆 常存这个心 遇到众生有需要的时候 自自然然 他就欢喜 失血 这是真实的代谢 命中身体 这是说明 你还没有法院 出力三切 你的果报在天上 在这个地方 我们 一定要能够救 偷盗 连生天 都办不到 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 不要把这一桩事情看清 偷盗 范围 深广 无限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犯 犯而不能够 这场 所以念佛 念了一辈子佛 到临终的时候不能往生 还要怪佛不灵 我都依教奉行的 念了一辈子 为什么不能往生 佛不来接引 不知道 所谓是 口念 弥陀 心散乱 这个心散乱 就是 你的心里头 还架杂着 许许多多的 卧益 在里头 你怎么能往生 你这个佛号 念得不相应 道理在此地 这个偷盗 我平常讲也讲得很简单 大家容易懂 就是 喜欢占便宜的念头 这个念头是道学 占别人的便宜 占公家的便宜 在寺院里占常住的便宜 太容易翻了 拿起常住的电话 跟朋友聊天 都是偷盗 谁懂这个道理 有必要的事情 言语越简单越好 今天 谁懂得爱常住 我们要多想想 我们有没有浪费常住 地藏经上 讲的果报 太可怕了 到舍方常住 我 佛不能救 佛在经上讲 你破戒 造无逆施我罪 佛不能救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在这个 无量寿经上 读过 造无逆施我罪 临终懺悔 佛还能帮助你往生 到舍方常住 无的这个罪 佛不能救 为什么呢 不通懺悔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 一个问题 我们往往把它 疏忽掉 实在讲 比杀生的罪更重 杀生你杀人 杀这个 众生的 杀他的生命 你没有断 他的慧命 那是一对一的责任 容易忏悔 这个偷盗 特别是偷盗 常住 这个常住 是尽虚空变法 四中弟子 都是债主 比偷盗 国家的 我最害重 国家的时候 你这一锅 人口地区还是有限的 像中国大锅 也不过是 12亿人 你欠12亿人的债 可是虚空法界 就没有数量了 常住是通虚空法界的 懂得的人太少了 而且看的时候 看大家好像都占常住的贫义 都占别人贫义 看成习惯了 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了 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 障碍身体 最常住 要爱惜 点点滴滴 都要先想一想 末后一句 若能回向 我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后尘佛师 得正清净大菩提志 如来古地上 无量无边的智慧得能 它是怎么正的 必有应有 佛法讲 应缘 必定有应 因是自信本具智慧的能 缘 是在行菩萨道时候 积功累得 这是缘 你有应没有缘 古报不能先去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把它想通 设地菩萨 等着菩萨 清净大菩提志 没有缘满 缘还欠一份 语言是修功 修得了 还欠一份 所以 这个不偷道的意念 要把它断得干干净净 这个不偷道的行为 当然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从根本修 那么这是 世尊在此地给我们讲的 这种可保性法 华言经上说 性为道运功德母 儒家讲 人要无信 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 如何能保持 现在人讲信用 在佛法更深一步 保持信心 自信 信他 欧耶大师 在梅桃药节里面 跟我们讲六个信 信自信他 信因信古 信事信礼 如何能保信呢 这是这种方法 陈修 我们在修学 菩提道上的 幸运行 三次两 信是头一条 这个道心不舍 你的信就没有了 换一句话说 三次两 头一个都没有 后面两个 就别不谈了 你怎么能保持 古大德常讲 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我们读读这一部经 细细去思维 我们就明白 了解 肯定 为什么 往生的人 这么少 那么回过头来 再看看自己 自己这一生当中 能不能往生 这个对我们的关系 非常非常之大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就不能让我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